如今人们的经济实力提高了 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 在买车方面选择变得越来越多 今天小编给大家推荐 大概在50万左右的车 这个价位的车选择真的不算多 而且大部分人都会在 奥迪A6和宝马5系 这两款车型中选择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在前两年 小编肯定会100%推荐宝马5系 因为它的运动性能和直六的魅力 都知道宝马强调操控性和动力 所以当你开宝马的时候 心里总想如果不开快点 就感觉对不起这辆车 宝马在中国始终保持着豪华品牌的形象 并且这样的豪华品牌 正在向年轻化趋势发展 年轻人追求的是个性态度和活力 但新一代奥迪A6外观好看 内饰也一样好看 和从前相比大有不同 去除了以前的官车死板的形象 大多有中年人驾驶 但奥迪A6自身特点不够突出 虽然方向盘开车很轻 但舒适感还不足 动力四平八稳 只能说非常适合退休后养老的人驾驶 其实小编认为 奥迪A6和宝马5系的选择 还是挺简单的 各有各的好处 主要是看自己怎么想 在这种趋势下 年轻人会更偏向宝马5系 而非奥迪A6 对于年轻人来说 奥迪A6不够彰显个性 相对更为死板 奥迪A6更适合那些高级公务员和私企老板 出门不高调 又不是逼格 是一辆比较规矩的商务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